紫禁军团史上最长折服期终于要结束,这个夏天随着联盟第一人乐布朗詹姆斯披上胡人的战袍,胡人俨然重新成为联盟对巨星最有吸引力的球队,其实胡人过去就有吸引巨星加盟的传统。 加巴尔、张伯伦、奥尼尔、加索尔等大湾,都是从别的球队投奔而来,只是前几年的胡人经历了少有的黑暗时期,球队也一度失去往日的风采,胡人在2013年想要去约霍华德,结果魔兽选择了离开。 另外,胡人在2014年追过安东尼,在2016年追过杜兰特,都宣告失败,但是,现在胡人的情况变了,球队牵下了詹姆斯一改进几个赛季的腿势,除了牵下了勒布朗詹姆斯,胡人还得到了史蒂芬森、龙多、麦基和比斯利等汉将。 此外,胡人还留下了一些球员,目前有商的话题性人物朗索鲍尔,2018年夏季联赛MVP约师哈特,依然是非卖品的布兰登·英格拉姆,依旧留下的凯尔·库斯·麦,以及肯塔维厄斯·考德维尔·波普·波普也是保罗比奇旗下的球员,他们还选中了莫里茨·瓦格纳,伊萨克·邦加,以及米哈伊·柳克。 目前胡人阵容基本确定,但是外线投射能力匮乏与内线过于空虚,让人们无法对于这支球队的未来感到乐观。 今年夏天先后帮走兰德尔和大洛佩兹,又没有得到内线大杀气的考心思。 魔术师约翰逊今年仅仅补尽了麦基,无疑为自己完美的操作留下一些正可商榷的地方。 魔术师约翰逊要主动放弃内线,答案是否定的,身为胡人名宿的他身制这支球队的传统。 一个好的内线会给予球队带来什么样的帮助? 即便这支胡人会采用新的打法,但是一名优秀的大个子,会给予球队战术更多的变化。 不过忽然不会愿意送出队中的年轻球员和选秀群,去交换强力内线,而自由市场可选择的优秀中锋也所剩无几。 去日,NBA记者Brian Windhorst表示,自由球员莱恩即将前往洛杉矶视讯,以其得到一份合同。 现年25岁的莱恩是一位技术全面的中锋,他能拉开空间,也能到地位去担打,跳透方面相当出色,同时拥有非常强的篮板球和封盖能力。 2017-18赛季阿莱克斯莱恩场均为太阳出站20分钟,贡献8.5分加7.5个篮板,只是太阳为了全力培养2018年的状态顿不得不放弃来人。